哈喽大家好啊 如今影视圈内盛产的佳作不少 就拿今年你好李幻音这部影片来讲 上映期间直接票房一路飙升 直接拿下好几十亿的总票房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着实让人刮目相看 这部影片之后也陆续上映了不少新作 像前段时间的悬崖之上 同样是一部口碑佳作 但要说到真正的国产口碑片 当年的《红海行动》绝对能上版 《红海行动》拿下高峰后 可以说《红海行动》是国产商业大片中的一部精品 它的制作水平和展现出来的视觉效果 都能让人有意外之喜 整部影片的制作完全做到了极致 这一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自从它上映后就备受大量观众的喜爱 想必看过这部影片的小伙伴都知道 该影片最值得令人赞赏的 便是它的真实和专业 真实体现在影片中的导弹和坦克等各种装备 这些大多数都是真材实料 另外演员的实力可以说是非常出色 各种枪战的大场面激烈且震撼 其中影片里张仪和黄景瑜的表现就非常出色 也正因为如此在结合各种原因 整部影片也就很容易备受大众的喜爱了 所以它在某平台上也拿下了8.3的高评分 可以说是零差评口碑加作 但如今这部影片也早已下线 原版底又将写续集回归 对于这样一部国产加作 无疑将会有第二部的出现 像《战狼》系列影片也正是这般 目前也就有网友爆料 《红海行动2》即将要来袭 而且还将有原版人马 黄景瑜和张仪这两位实力派继续出演 这一点倒是非常令人认可的 毕竟这两位在第一部中的表现 就已经很出众了 其中黄景瑜饰演的是一名狙击手 而黄景瑜的动作戏风演得很棒 关键是在这种影片中的拍摄场景 要能吃苦 所以黄景瑜这次能够被导演看中 也是证明了她的能力所在 另外还有张仪的演技也很高超 她在影片中饰演的是队长 乘桌冷静 而张仪也把该角色塑造的很形象很立体 整体而言这两位演员都不错 如今《红海行动2》继续沿用 张仪和黄景瑜这两位班底人选 无疑备受期待 王一博或将出演 除此之外 这部《红海行动2》也正在接触王一博 王一博作为当红偶像流量小声 热度无疑是很高的 隐私资源也不差 要是能够出演这部新影片 想必更加能为其助力一把拿下高票房 不过目前也还正是网传的消息 但王一博的加盟 其实也将会给大众带来精彩的表演 虽然王一博是一名唱跳偶像 但他出演的影视作品 也不折磨着偶像路线 像他参演的影片 《维和反暴队》就是扮演着硬汉的角色 还有微波剧《冰与火》也同样如此 总体而言 能够看到黄景瑜和张仪再次回归到《红海行动2》中 这一点就让人倍感期待 毕竟他们两位在第一部中的表现就非常不错 所以有他们的出现也能让观众放心 相信《红海行动2》也能同样拿到不错的高评分 另外王一博被网传的江家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虽然目前还没有得到光宣人选 但王一博的出现倒是很令人期待 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